欢迎来到果然八戒,持续分享新娱乐你爱的人,点订阅打开铃铛哦。 当热潮与温情交织,我们亲眼目睹两颗明星的心灵如何在五声处轻轻触碰, 我要讲述的,不仅是肖战和杨子之间那些让人心动的瞬间, 还有他们永微小动作共同绘制的情感画卷。 想象一下,在忙碌而又喧嚣的生活中, 当你抬头望去,看到了两个耀眼的深眼,在美光灯下交换着不言而喻的情感密码, 肖战和杨子就是这样一堆让我们无法忽视的组合。 当肖战轻轻地为杨子里顺了一缕飞扬的秀发时, 整个世界似乎度安静了,他们没有多言, 但那份关怀和体贴却比任何华丽此早更能触达人心, 或者输到另一个场合,在镜头前他们相视而向, 你可以清楚地看到两人眼中闪烁着相同频率的光芒, 他们是欢乐,信任还是友谊,答案可能远比这些更加深刻。 从肖战那温柔如水的眼神到杨子发自内心的笑容, 每一个小小的互动都仿佛在告诉我们, 比有故事,有情感,有值得我们深入探寻的美好, 他们彼此之间那些几乎可以触摸得到的默契和亲密关系, 不经意间展露无遗。 肖战和杨子之间没有夸张造作, 他们所展示出来的每一次微笑, 一个眼神交流都是如此自然而真实, 生活中也应该如此, 我们需要摒弃虚假和表面文章, 用最真诚自己去感受,去表达。 当肖战跨越人海, 只奔杨子而来, 他们的合作舞台在灯光璀璨的背景下, 给观众呈现了一幅浪漫而梦幻的画面, 肖战的深情演唱与杨子的甜美嗓音相互交织, 仿佛为这段表演注入了灵魂。 最近在GQ盛典的现场, 备受瞩目的演员杨子意外地自爆了自己的恋情, 只得整个娱乐圈为之震动。 杨子的恋情对象竟然就是与他同台参加盛典的演员肖战, 这段新恋情的曝光引起了众多粉丝和媒体的关注和猜测。 据杨子透露, 这段恋情的萌芽源于最近的无证之旅, 这次旅行不仅让他有机会与肖战共事, 更是让他重新审视了自己的内心和情感。 他表示, 与肖战的相处让他感到舒适和开心, 对他产生了特别的感情。 经过深思熟虑后, 杨子勇敢地表白了自己的真心, 并决定和肖战开启一段新的恋情。 这段突如其来的恋情曝光, 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一方面, 杨子与肖战在《余生请多指教》中的精彩演绎, 让人们深深迷恋他们的角色, 很多人希望他们能在现实生活中也成为一对真正的情侣。 另一方面, 也有一些人对于杨子的突然表白表示怀疑, 认为这只是一个炒作手段或者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知名度。 对于这些争议, 杨子并未直接回应, 而是选择保持沉默, 专注于自己的感情和事业。 然而, 杨子和肖战之间的恋情还未公开承认, 仍然处于短暂的探索阶段, 人都希望能够慢慢了解彼此, 在保持个人空间的同时, 共同发展他们的感情。 目前, 他们仍然以朋友的身份相处, 并密切关注对方的事业和生活。 对于杨子的眼神问题, 一直以来都备受关注, 在与肖战的合作过程中, 杨子的眼神交流时常被视为他对他的特别情感的表达。 然而, 有一些人质疑杨子的眼神是否真实, 并认为这只是他塑造角色或者是炒作的一部分。 无论如何, 杨子的眼神表达在剧中确实给观众带来了强烈的情感共鸣, 为两人之间的关系增添了许多神秘色彩。 目前, 杨子和肖战的粉丝们都非常支持他们之间的恋情, 并希望看到他们走进婚姻的殿堂。 这对新近恋人的演艺事业也将受到更多关注和压力, 但他们优秀的演技和坚定的内心相信他们能够应对并克服这些困难, 让我们共同祝福杨子和肖战的恋情能够长久发展, 带给他们幸福和快乐。 同时, 也期待他们在事业上继续取得更大的成功, 创造更多优秀的作品。 杨子前往蒲苑古镇拍摄一组时尚大片, 此次拍摄, 杨子选择了一身米色的服装, 展现出清新高贵之美, 人赞叹不已。 在这组时尚大片中, 杨子身着浅色长毛绒毛衣, 下身搭配米色裙子, 胶材浅色靴子, 显得潇洒又时尚, 他的披肩长发随风飘动, 染着红色的嘴唇更是增添了几分时尚感。 整个人显得年轻又漂亮, 气质超好, 在拍摄过程中, 杨子展现出了高超的摄影技巧和表演能力。 他身着米色服装, 在古镇的街道和角落里穿梭, 或以或靠, 或自或利, 将自身的美感和气质发挥的淋漓尽致。 而摄影师也捕捉到了这些美丽的瞬间, 呈现出了这些精美的照片。 这组时尚大片的拍摄地点选在了蒲苑古镇, 这个充满历史和文化气息的地方, 为杨子的拍摄增添了几分古宿古香的氛围。 而杨子在拍摄过程中的表现, 同时让人感受到了他身上的情形和高贵气息。 杨子是一位备受注目的年轻演员, 他的表演能力和个人魅力都备受认可。 此次拍摄时尚大片, 再次证明了他在时尚级的地位和影响力, 相信未来他还会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惊喜和突破。 此次杨子的造型也引起了广泛关注, 画轮天奴作为高端品牌, 与杨子的气质非常契合。 他的整体形象不仅展现了优雅和知性, 更凸显了他的个性和品味。 此外, 有网友爆料称, 杨子在此次活动中还尝试了不同的造型风格, 展现出他的多面魅力, 无论是保守的女孩形象还是欧美饭的时尚搭配, 他都能轻松驾驭。 对于杨子的亮相, 网友们纷纷流连表示赞赏和期待, 有人称他是好门千金, 有人则称赞他是气质女神。 同时, 大家也对他在未来的作品和表现充满期待。 杨子的表演艺术具有非常高的多样性, 他擅长在角色之间灵活转换, 无论是活泼开朗的角色, 还是内向沉浸的角色, 他都能完美诠释。 他的表演能力在电视剧《亲爱的》热爱的中得到了充分展现, 他将一个内心敏感, 外表强硬的形象刻画得深入人心。 在电视剧中, 他扮演的角色面对困境时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坚持到底的决心深深打动了观众, 让大家看到了他出色的演技。 可不到杨子和肖战的有难了, 余生请多指教真的越看越好看, 花絮都能盘好多次, 进幕后实在太欢乐了。 原来私下的肖战竟然这么可爱, 看脸还以为他是个高冷男神, 可在杨子身边立马切换搞笑男形象, 剧中顾卫和灵芝笑每个眼神动作都透露着暧昧的气息, 甜蜜的剧情十分好刻。 剧外杨子和肖战也十分投缘, 说师把他赞闹而他在笑眼一道极致, 正式开拍前, 杨子先来耍宝一番, 表情夸张地问道你到底爱不爱我, 毫无形象的动作和表情实在逗人发笑, 不我们的男主角已经笑翻在地上垂地板了, 肖战你不是有洁癖吗, 怎么在杨子身边就能这么毫无顾忌地大笑了, 看来在他身边是真的放松。 对戏史肖战也会用重庆话来讲台词, 表白的话搭配上重庆话别有一番风味, 而杨子还真的吃这一套, 唱一鹤, 画面实在太欢乐了, 连带着伪观群众的心情都变好了, 从花絮中还能看到很多欢乐的画面, 两位演员也是在拍戏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默契, 当然了这种默契偶尔也会出现差错, 比如有时两人的站位会出话, 当意识到这一点时, 战立马试图把杨子拉回画框中, 但这突如其来的动作确实让姊妹无法招架, 直接就笑场了, 在复盘时还很不好意思地表示, 战突然一拉他, 让他没法接着眼了, 看来这默契还是得慢慢培养, 不过戏越拍到后期, 两人的默契程度就越高, 无论是正常的世袭走位, 还是对白颜多的对手戏, 两人演起来都毫不费力, 随着默契程度上升, 聚集的精彩程度也在上涨, 医生和演奏家的新鲜搭配, 再搭上肖战的帅气和杨子的甜美, 实在太吸引人了, 毕竟谁能不被如此温柔的顾卫医生给折服, 这场顾卫医生贴心叮嘱受伤的灵之教的戏, 有多少观众反反复复看了很多遍, 杨子你要是累了, 让我演两集吗? 说实话这两人搭戏, 我是真的不知道该羡慕谁了, 剧组的工作人员, 田看着这样一对活宝该有多幸福, 这部剧什么都好, 就是太短了, 真的不够看, 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看到杨子和肖战二搭, 我真的超级期待好吗? 我真的监制了身体会后, 所以这里还可以打开心心的缩服力,